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2000年有一部轰动日本的电影 它由于画面之血腥,对人性讨论之深刻 而受到日本国会的关注 甚至把电影主创们都叫到一起接受议员的质询 这在日本电影史上可是头一回 而电影上映之后,其影响力迅速扩散到周边国家 被其他国家多次翻拍 甚至被游戏公司打量借鉴 没错,它就是游戏吃鸡的原型 也是电影饥饿游戏的亲姐姐 它就是惊悚电影《大逃杀》 今天我们就要一口气看完这寓意深刻的《大逃杀》两部曲 21世纪初,大东亚共和国开始衰弱 失业率超过15% 80万学生不去上学,青少年犯罪问题暴增 成年人对青少年心生畏惧 于是通过了一条旨在规范青少年的新世纪教育改革法案 简称BR法案 也就是每年都会从全国学校随机抽取一个班级的同学 把他们送到荒岛上进行一堂特殊的教育课 男主七元自由悲惨 小学时母亲离家出走 中学开学的那天又亲眼看见父亲上吊自杀 这以后可算是无拘无束了 七元和同学们不管外头如何天下大乱 他们依然翘课,砍老师,打球 就这样混到了高中毕业旅行的那天 当同学们都沉浸在旅行开心的范围之中 七元却看到路边的军车一闪而过 他有点奇怪 正在疑惑 一个腼腆的女生点子走到七元的面前 害羞地递出自己亲手制作的饼干 随后 宰着同学们的大巴开进了一个优深的隧道 大家不知道怎么了都睡着了 七元睡得比较浅 但他刚睁眼 就被带着防毒面具的大巴导游发现 又给了他一棒子让他继续睡 等到七元再次醒来已经是晚上 眼前是一个漆黑的教室 同学们也都逐渐醒来 大家震惊地发现 每个人脖子上都带着一个项圈 教室里除了他们还有俩新来的 我们就叫他们头巾和死神吧 此时窗外直升机呼啸而过 从直升机上走下来七元他们的前班主任 和一大堆合枪实弹的士兵 大家面面相去 班主任出来介绍剧情 原来七元他们班被选中了 依照BR法案 接下来的三天 这帮学生要自相残杀 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就会成为胜利者 具体的班规 班主任让电视里一位充满活力的小姐姐来讲述 班主任还在旁边一唱一和 一切都显得那么超现实 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开玩笑 有两个学生表现得十分不屑 于是班主任用一个飞刀 用一个项圈炸弹给解决了 原来是玩真的 这一幕让大家瞬间严肃 讲话结束后 同学们更换大逃杀的服装 也被随机分配了武器 有冲锋枪 有斧头 有望远镜 但是竟然还有锅盖 谁会这么倒霉拿到锅盖呢 从第一个学生踏出教室的那一刻起 大逃杀开始了 七元刚拿完装备跑出教室 还没拿得及看看自己领到的是啥 就看到另一个同学胖子拿着一个十字弓杀过来 七元把腿就跑 途中正好遇到点子 就抓着点子一起跑 胖子也是笨 跑到一半装备掉了 被路过的同学捡起来射杀 胖子的死让同学们都紧张起来 看来今天就是要拼个你死我活 七元和点子跑了很远 这才拆开自己装备 七元是个锅盖 点子的是个望远镜 这个装备确定不是用来搞笑的吗 七元想寻求别人的帮助 但点子说算了我现在觉得谁都很可怕 话锋一转点子问七元 你吃饼干了没有 镜头的另一边 班主任正津津有味的吃着点子的饼干 旁边也有人想吃一块 但被班主任护得死死的 难道班主任对点子有什么不一样的情感 与此同时 新来的死神拿到了纸扇作为武器 其他同学们都嘲笑他 他们都觉得死神看起来就像是班主任的走狗 于是把死神围起来 还有枪顶住他的脑袋 但死神格外冷静 他趁机一把夺过手枪 把这帮学生团灭 还顺手拿走地上一堆手雷和手枪 看来死神是相当有经验的 其实他跟头巾一样 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大逃杀了 第二天早上班主任的声音从广播传来 昨天晚上已经死了12个人 班主任鼓励大家一定要加油哦 七元和点子在树林里小心翼翼的走着 这时一名男同学从灌木丛中 拿着斧头冲过来偷袭 七元拿着锅盖反击 两人滚下了山 男同学不知不觉被自己的斧子给劈死了 主角光环真是耀眼啊 七元还来了一句 你没事吧 可谓侮辱性极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七元这回又遇到了一个要考名校的学霸 为了上学 他必须要杀掉所有人 在这么生死村王的时刻 学霸还在背公式 还念念不忘上大学这个可怜的梦想 学霸拿着手枪 正说了大道理 但突然被另一个新人头巾拿散弹枪给喷死了 头巾原本也想解决到男女主 但看他俩的装备实在太刺 都不值得动手 此时又有声音从远处传来 是两个女学生在山上拿着扩音喇叭 想让朋友们都来集合 再一起想办法 真是太天真了 他们没有等来朋友 却等来了死神 死神不仅杀了他俩 还用酷音喇叭供放了他俩垂死的声音 七元心凉了一劲 大家都是朋友 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要互相残杀 七元原本想跟点子继续躲藏 但他这才发现点子在最开始受了伤 眼看着体力不支 要坚持不住了 于是七元背着点子 找到地图上标注的诊所 还没进门 他们就触发了有人在这里故意设置的报警期 那人闻声冲了出来 又是头巾 头巾也是无奈 哎得了 戴上这俩头油皮吧 晚上 受伤的点子在头巾的医治下康复 而通过一天的接触 头巾也卸下防备 不仅给这俩头油皮发了枪 还主动提起自己的来历 头巾点了一支烟 悠悠的说道 我三年前就参加了一次大逃杀 最后只剩下他和他的女友两个人 大逃杀规定只能有一人胜出 不然俩人都得死 女友为了让头巾活 假装开枪 骗头巾杀了自己 头巾胜出 本来以为能过上平静的日子 没想到主办方出尔反尔 又让他参加了这一次的大逃杀 话还没说完 外面又响起了枪声 是死神一路大杀四方杀到了头巾这边 死神的装备实在太好了 手雷扔的跟不要钱似的 七元自知凶多吉少 把点子托付给头巾 自己冲出去引开死神 死神把七元逼到角落 七元的手枪打在他身上竟然完全没事 哎他要防弹衣 这还怎么玩七元走投无路 心一横直接从楼上跳下 消失在海里 等他再次睁眼 七元发现他被主角光环 哦不是 他被一个喜欢他的女生给救了 女生这边和自己的六个闺蜜 一起组成灯塔六人组 原本他们团结一心 重置成城 然而其中一个女生 想给七元的食物里下毒 为自己的男友报仇 却没想到这食物被另一个闺蜜吃了 然后倒地身亡 他的死引发了女生们的互相猜忌 闺蜜之间的薄如指的友谊 一戳就破 大家说着说着就动起手 最后双双死于彼此的乱枪之下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原来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七元心灰意冷的离开了 另外有一个初始装备 是GPS的傻小子 只要有任何人想尝试靠近他 GPS都会显示 妥妥的上帝视角 按说他是死不了的 但他却冒死横穿整个地图 为的是保护他暗恋的女生 令人唏嘘的是 那女生以为傻小子是过来袭击他的 竟然把他乱枪打死 临死前 傻小子依然选择把GPS交给心爱的人 其实 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想按照规则 把大逃杀继续下去 有一群宅男 不仅轻轻松松黑进监控中心的电脑 在监控屏上一顿爆扣 甚至准备用炸掉炸掉监控中心 一切离对抗残暴的主办方只有一步之遥 但这时 他们受到死神的攻击 看来 就算你有技术 有团队 也依然逃不了暴力镇压 不过最后一个宅男在临死之前引爆了炸弹 把死神的眼睛炸瞎了 这时头巾他们也正好赶到 头巾实在看不惯死神这种乱杀无辜的行为 冲上去跟他单挑 死神是天生的沙漏者 在失去眼睛的情况下 仍然战斗力十足 但最终他被头巾开枪打倒 以暴之暴 结束了他嗜血的一生 现在就只剩下头巾 七元和点子三个人了 三人在聊着接下来的计划 七元觉得自己已看空一切 是死是活 全平命了 这时头巾突然站起来 举起手枪 我不是说你们不能相信任何人吗 不好意思 你们也不应该相信我 说完就开枪了 监控中心内听到枪声 正要去确认尸体 但班主任拦住了他们 于是军队撤离 独留班主任一人在监控中心 头巾一拳一拐的找来了 身后七元和点子也出现了 但班主任一点也不惊讶 他早就知道点子他们没死 一直以来 他都在默默守护着点子 在社会上 班主任是被抛弃的 在家里 班主任一直被女儿唾弃 在班级里 他也从未受到过任何尊重 但是在探望班 只有点子善待班主任 给他留下了一丝丝温暖 现在点子活了下来 班主任觉得他已再无所求 于是让他们开枪杀了自己 但这几个人都很善良 不忍心开枪 于是班主任掏枪对准点子 为了保护点子 七元赶紧击毙了班主任 开完枪才发现 班主任拿的是一把水枪 临死前 班主任掏出点子做的饼干 最后吃了一口 这饼干真好吃啊 说完 班主任再也没有睁开眼 头巾一行三人 开船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路上 头巾由于伤势过重 还是死了 死前 他感谢七元他俩 让他在这么残酷的游戏里 仍然能看到善良的存在 回到日本 七元和点子 由于破坏了规则 被BR委员会全国通缉 虽然他们每天都得乔装打扮 但依然觉得要全力以赴 要勇敢坚强的活下去 三年后 受到BR法案侵害的学生越来越多 而七元这边也开始了自己的反抗 七元和点子 号召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组成反抗组织 他们诈平整个东京挑战成年人 而成年人也不甘示弱 他们立即推出了BR二代法案 新世纪反恐计划 具体的意思就是选出一个班 不用像第一部那样自相残杀 而是把他们派到七元所驻扎的岛上 去杀掉七元 三年B班这回成了幸运儿 在这里的学生玩世不恭 抽烟烫头样样不辣 像普通的日本学生那样 他们没有人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也没有人关心未来 就这样 跟上一部一样 他们开始了毕业旅行 车开到一个相似的地方 大家就晕了 这个班里其实有一个人是知道内情的 她就是第一部班主任的女儿小诗 她才知道父亲最想保护的人是点子 而不是自己之后十分失望 她自愿加入了这次大逃杀 醒来后 同学们发现脖子上多出了熟悉的项圈 又有一位班主任讲述着这一次大逃杀的由来 大概意思就是 这个世界这么乱 都是七元那个恐怖组织闹的 大家要去杀了他 有没有自愿的 有一个大高个儿说 我不愿意 然后就被就地正法 这时 另一个烫头的女生脖子上的项圈也响了起来 班主任说 对了 忘了说了 这次大家是配对的 配对的双方只要有一人死了 或者俩人离得太远 项圈就会自动爆炸 然后烫头的女生就这样也被炸死了 同学们来不及整理心情 就被军队派去登陆七元的那个岛 船还没开出去一半 七元那边就开枪了 这辈子连枪都没摸过的同学们损失惨重 还有人受不了眼前的一切主动去领盒饭 顺带手也炸死了自己的配对 剩余的同学们好不容易上岛 军队开始分发物资 这次更过分 有的人居然领到了纸巾 看来只能流着擦眼泪了 不少同学领到了先进的武器 但他们连枪的保险栓在哪都不知道 这时小狮站了出来 教他们如何开枪 如何杀人 看来他已经为了这次大逃杀 做足了准备 同学们冒着枪林弹雨 好不容易闯过了开阔的地带 来到一片树林 他们没走几步就有人被炸 仔细一看 原来这里布满了地雷 一个男生因为哥们欲嫌想去帮忙 被小狮用枪拦了下来 原来他俩是配对关系 小狮一心想要找七元 不能让自己的搭档有任何的闪失 而影响到自己 同学们已经离七元的基地越来越近了 于是也开始换工程的装备 这时七元发现同学们的脖子上有项圈 知道他们应该是被逼着来到这里的 于是下令停止开火 还把他们放了进来 被放进来的同学们 由于死了那么多同伴 心里还是很想要复仇的 这时双方开始你来我往的 进行着 别开枪是友军 不行 你们杀了我们的人 之类的对话 最后同学们这边有人实在气不过 首先开枪 双方又爆发了混战 混战之后 同学这边死了不少 没死的由于配对关系 不少人的项圈也开始倒计时要爆炸了 这时七元一横 本着救死扶伤的原则 把自己准备用来逃走的大杀器启动 瞬间产生了信号屏蔽 从而让同学们的项圈都失效了 针对指挥中心那边很快就发现了异常 干脆直接派出一小股军队 扫清岛上所有人 他们趁着夜色登岛 很快就潜入了七元的基地 七元手下发现敌军 双方开始激战 同学们为了报答七元的救命之恩 也加入了反抗组织 最终反抗组织齐齐协力全监军队 但同学们也出现了伤亡 这让同学们的老大清景 跑去质问七元 死了这么多人 战争如此残酷 你却一直鼓励我们战斗 难道不也是以暴之暴 跟那些坏大人有什么区别 七元说 我们终将变成大人 但让我们不同的 是我们会铭记每一个牺牲的同伴 小诗弹奏起钢琴 他早就被七元的勇气感动 从一心复仇 变成了七元的支持者 他想起来 他的父亲每年都会忘掉他的生日 在父亲的眼中是女儿一直唾弃他 但在小诗的眼中 他的生活也很痛苦 也许比死亡更可怕的就是被忘记 听到小诗的钢琴声 其他成员都冷静下来 决心为自己 也要带着死去朋友们的愿望 一直战斗到最后 七元打算找到更多同伴 他打开直播 号召全世界所有在抗争的孩子们 团结在一起战斗 没有一种和平是不需要流血牺牲的 但我们终将携手迎来新的生机 迎来没有大人欺负的世界 但这一番极具煽动性的话 惹恼了世界上其他的强权国家 他们怕自己国家人民也起来造反 于是向七元基地投放了导弹 还顺便威胁日本政府 一定要把七元这帮恐怖组织清理掉 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 日本总理命令所有军队出动 大军压境围剿七元 七元这边背水一战 无奈对手过于强大 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个个都离去了 小诗也受了重伤 还要最后一次力气问七元 班主任最想保护的点子 是个怎样的女孩 真抱歉 她从来都没能叫过班主任一声爸爸 小诗带着遗憾死去了 小岛也被炸飞 七元和清景生死未卜 三个月后 在遥远的阿富汗 七元和清景出现了 同时出现的还有上一部的点子 点子看七元一脸失落 微笑的对他说 你看 即使在阿富汗 美丽的春天也一样会到来 这句话让七元重新燃起期望 于是七元与大家道别 带上点子再次启航 去世界各地寻找盟友 这条路也许会格外艰辛 但他相信 在其他国家一定还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无论走多远的路 也一定要找到他们 与大家一起携手创造梦想中的未来 以上就是大逃杀两部曲的所有内容 不得不说 第二部的利益高度比第一部实在差太远 在大逃杀一中 虽然不乏搞笑片段 但仍然能让人感受到深深的压抑 影片中只出现了四个成年人 但他们每个人都是绝望 孤独 被社会抛弃的 而他们的悲惨经历 也给孩子们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害 因此 有的孩子也会变得残忍 变得暴力 变得不择手段 就像如今的社会也是一样的 青少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是家庭 社会 学校 各个方面造成的 因此 治疗青少年的伤痛 需要时间和耐心 这也就是许多国家 给犯罪的青少年减轻量刑的原因 而电影中的大人们 却有着大家长的思维 孩子们开始犯错了 在纠正他们 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直接把不乖的孩子干掉 当犯错的人 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只是一味的惩罚受害者 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压抑的吗 而电影中 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人性 也让人唏嘘 上一秒还是朋友 下一秒就兵戈相向 每一个人的遭遇 都值得拿出来反复思考 当然 影片的最后 导演还是留下了一丝希望 在第一部中 让全班最善良的两个孩子 活了下来 在第二部中 让失去一切的欺缘 仍然保持继续战斗的勇气 这也算是观众们 能在这个压抑的电影里 寻求那一丝安慰吧 也许导演想告诉人们 无论世界多么混乱 多么疯狂 只有爱能够救赎绝望的心灵 最后 以罗曼罗兰的话作为结尾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 依然热爱它 另外说一句 大逃杀的美国版本 饥饿游戏 闪电也正在制作过程中 希望大家看过之后 可以做一个对比 看看哪部电影 讨论的更加深刻 更加让人回味呢 为了不错过闪电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关注我 打开提示小铃铛 我们说好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 再次追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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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